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教育孩子 其实孩子就是你的镜子站在你的面前 爸爸妈妈什么数字 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你骂孩子就是在骂你自己 你不要对孩子生气和愤怒 因为这样只能证明你这个父母亲是非常自私的 你认为孩子丢了你的脸 你才出气 本身就是修养的步骤 对生命要尊重 那就要修养 要懂得孩子是借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培养好奔向远方 所以学佛人的孩子那是未来佛呀 让他们从小懂得慈悲 从小懂得吃素 从小就要培养他们那颗善良的心 你就拥有了无限的慈悲价值 当你百年之后 你也不要担心 会有人给你烧小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